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国民政府也只能够控制长江下游的六个半省 这个半个省里面还有江西省 里面还有苏维埃政权在里面 那么同时军阀是割据的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号令根本没有办法 进入军阀割据的那些省 你现在回想一下当时除了长江下游那几个省之外 你可以看到四川云南湖南湖北 山西陕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等的都是军阀割据的 那蒋介石是他的中央军进不去 他的政府的公文号令也进不去 所以这个中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另外就是军阀的割据 那么他们也不听他的 大家各有所谋 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 当时还有什么 在广州还有另外一个中央政府 跟这个南京的中央政府是对峙的 那你说这怎么去打仗 这样一个国家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打仗 本来就已经够贫穷落后了 当时中国的国力跟日本的这个差距 可以说有一个世纪 大约有100年的差距 在这个国民所得工业的生产 经济的资源 国民的教育 各方各个方方面面都是一样的 那么日本在1937年 就是要准备 准要开始打的时候 日本已经有400万的这个后备军人 就是就是说受过训练的在家乡 那么他随时可以征召去的 有400万登记有案 而且受过训练 中国当时有4亿5000万人口 你们猜我们有多少后备军人 30万 你不错还出来一个数字 我们根本就没有户籍制度 我们根本没有征兵制度 我们到了民国25年 1936年才实行征兵制 所以我们我们根本没有 勉强来说到了九七七事变时候 勉强说有50万的这个后备军人 因为你想只要一征兵 就人都跑掉了 所以就拉嘛 就变成拉夫 也就是说 其实在当年的两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甚至于排长连长 都没办法看地图 那个很多文盲 那军队那士兵的文盲 那就更不要说了 所以等到松户开始打的时候 有这个有些军队从别地方来 看着天上有东西在飞 大家都仰着头在看 不知道那是来轰炸他的 他一生都没有看过什么空战 什么都没有 就是大家的差距是非常 这个国力的悬殊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所以当时呢 国民政府在做了各种各种的 这种计划呢 基本上都是采取手势 比方说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的 军官训论团讲话 他说我们现在对日作战 我们有四个可行的方略 可以考虑 第一个我们是以手为攻 第二个我们是要点竹蕾 第三个我们要拼死防守 第四个游击战 就讲 你看这是很可悲吧 对不对 每一样都是消极的啊 手势 因为很简单 没办法 我们没有火力嘛 我们也没有军火 我们在抗战的时候 跟日军的死亡的比例是 五比一 四比一 七比一都有 为什么我们死伤那么大 就是我们死五六个 他们只死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用的是轻武器 他们用的 他们有这个重武器 我们缺少重武器 你这个神射手来 一枪也只能射一个人 可是他一个炮轰来 一骗人就死掉了 就中日这个国力差了很多 所以蒋介石在1931年 918事变之后 没有多久 他就讲中日啊 必将一战 他晓得 但是问题是 我日本 所要我者为 土地军事经济 与民族之生命 就他要我的全部 但是呢 我们实力悬殊 仓促应战呢 必是自取灭亡 所以他就讲 他说此次对日作战 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 而在民族精神之肖长 与服国家人格之存亡也 这句话 一个美国的教授 曾经问过我 他不能体会 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因为他说 为什么有一个国家要打仗 这个领袖说 我打这次仗 不在于胜负 而在于精神消长之民族存亡 我觉得他完全不能体会 中国当时的这个状况 因为你除了精神胜利 你还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根本不可能胜的吧 所以呢 你看我们啊 图贫意识之兴奋 不具长期之坚持啊 不但跟国家无异 反而反复其往 所以他日记里面 经常有这种忍痛忍辱 必须要忍 那我想各位也都知道 因为忍税被骂得要死 对不对啊 说他不抗战 那么他自己讲 他说自从918经过128 以至于长城 这是1933年 中正就是讲中正 讲介石啊 苦心焦虑 都不能够定出一个 妥当的方案来执行 抗认之战 怎么办 只有忍辱待始啊 巩固后方 埋头苦干 我只有如此而已啊 然后 但是呢 他也是个人嘛 所以很多人骂他 外面有人骂他 党内有人骂他 说他不抗战 所以他有时候也火大了 他在1931年9月28号 也就是918不久 他说 那就怕什么呢 要就去吧 要打仗吧 所以他在9月28号 那天他写下遗嘱 他要去北上打仗 他还特别把宋美龄 送到上海 因为他在南京嘛 他把宋美龄送到上海 就宋美龄到了上海之后呢 就发现 这个第二天有很多学生 去勤政院抗议 然后蒋英龄跟他说 现在我要去打仗了 宋美龄一听 这还得了 因为必死无疑嘛 必败无疑 必死无疑 所以宋美龄又从上海 回到南京 蒋英龄跟他说 你来干什么 因为蒋英龄就是想把他送走 那么宋美龄就说 你我们俩是夫妻 你这样子把我送走 那你是完全就没有 把我当你的妻子来看待 所以蒋英龄就讲 他说他虽然不赞成 他太太回来 但他心里面还是很感慨 总觉得他太太 还是愿意跟他生死相随 那么到了1933年以后 他比较清楚了 他就是要 让外必先安内 这句话我想 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 一定都很清楚 让外必先安内 那么他蒋日记也在讲 他说不先搅供灭匪 不能欲武 不先平业 就是我刚讲 那个广州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政府吗 则不能让外 那么让外安内 并不是只是要安共产党而已 同时也是安地方的军阀 那么其实 让外安内 我相信在任何国家 任何朝代 任何政权来讲 你你念乱七八糟 你不可能抵御外物的了 也就是说今天 重演一遍 还是要让外必先安内 今天这个执政党换了别的党 他也是让外必先安内 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那么所以呢 他在1931年的国民党的 四权大会里面 他就讲 让外必先安内 统一方的欲武 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同意 而能够取胜于外者 所以今天我们对外 必须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 或是用外交方法来解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军事或外交 就是战还是和 皆非先 都必须要先求国内制统一 都要是如此如此来做的 那么当然大家都晓得 从这时候开始 还有五次对这个苏区的围剿 对红军的围剿 对不对 但是呢 成绩不是非常的好 效果不是做得非常的好 反而是918还 那个128的松户之战 还帮了他的忙 因为128这是第二年 就1932年 那么日本海军战队在上海挑衅 那么这个反而使得 本来跟他对抗的一些地方势力 等等慢慢的开始 这个慢慢的集中 虽然还不是支持他 但是大家也明白了 攘外必先安内 那么到了1934年之后呢 这个安内的对象 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五次围剿之后呢 在他的日记里有显示 他认为第六次围剿 一定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但他留着不先围剿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时候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发生其他的事情呢 就是在于 在于这里 他就开始想 他就开始想 我要怎么样能够对日本 那么对日本 他就想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用中国的地大物博 来牵制日本 这就是我们讲的持久战 可是持久战 他日记说 持久战没有大后方 我搞什么持久战 那事实上 国民政务当时没有大后方 因为他只有在 这个长江下游几个省 所以他在1933 34年呢 他的日记里面呢 他跑遍了西南跟西北 他就是去找大后方 他到了1934年 他选定了四川 他就分析 他为什么选定四川 四川的原因 是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个 四川是天属之国 资源比较丰富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什么 四川已经有工业的基础 因为前面那几个地方 没有工业的基础 因为他晓得 不是说日本三月可亡我吗 或是三日可亡我 因为他知道一旦战起 日本一定把这个沿海的港湾 全部都封锁 所以我们进出口就有问题 我们当时很多工业 还有军工企业 都是靠进出口的 是进口的 所以他是四川 有一点工业的基础 所以他选定了四川 所以呢 你看1934年 他选定四川以后 他进不了四川 因为四川当时呢 是军阀控制的 主要的军阀叫刘湘 就湖南那个湘 另外还有军阀 像刘文辉啊 其他什么杨森啊 很多其他的军阀 但比较大的叫刘湘 当蒋在收复四川时候 日本开始在华北就挑衅 是现在我们就都通了 这样看我们才明白都通了 因为日本的 根据日本的资料 蒋介石去西北 去西南 日本人也在想他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去 日本也在分析 然后日本有个很有名的 非常了不起的战略家 叫石元玩儿 他们很清楚是绝不能够让中国 收复这个西南跟西北 因为一旦中国统一 那我们这个仗就不必打了 没有什么三个月王华了 所以日本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他到了1934年以后呢 他就想怎么进入四川 他得一记 什么一记 借角贡以收复西南 借角贡以掩饰收复西南之决心 但是你知道他做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说 他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他一讲的话 日本会加速对我们的这个侵略 因为他现在之前呢 在你们大家都晓得有这个 有河北协定 河北协定之前还有一个什么协定 长城战役之后有个什么协定 比如唐古协定 中间还有一个秦土协定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个协定 那个协定 还有包挖更早的 123的 128的松户协定 那么都让日本人觉得 国民政府愿意妥协 所以日本不着急 反正你乖乖的 你不要闹事 你每次我拿一点土地 我近一点 够了 所以如果让日本知道 他积极在收复西南 安定西南 那表示中国决心打仗 那日本也不是傻瓜 他就会加速 这是他日记里 蒋介石这么认为 所以他说 我一定不能让人家知道 所以他是只能做 不能够收 那么这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大战略 当时还谈不上大战略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他很茫然 那么所以呢 持久战是慢慢出来的 他分析当时的情况 他说 倭寇真正的目的敌 实在是美俄 并不是中国 因为中国太弱了 还不够资格成为 日本的这个假想敌 日本陆军的假想敌 一向是苏俄 大家都晓得 日俄是世仇嘛 对不对 那么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呢 是美国 当时到在1932年 33年时候 日本的海军 已经是全世界的第二第三了 已经是非常强了 所以他把美国当了假想敌 中国还没看到他 所以他分析 如果日本与我国大规模的作战 他是无得放始 他没必要 对不对 虽胜必败 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 你一拳打在棉花上 你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你拖也给他拖死 所以他说 我们唯有与之持久战斗 这是蒋介石对日的策略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看法 就是他认定日本真正的敌人 是苏联和美国 不是中国 他才能够在这个缝隙之间 能够来策划他的策略 那么1933年4月12号 他也指 他说现在我们对日本 最后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要做长期不断的抵抗 他把我们第一线打了 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线去补充 然后他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 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线来抵抗 这样一步复一步 一线复一线 不断的步步抵抗 实时不屑 这种长期的抗战 越能够持久 对我们就越有利 那么若是能抵抗个三五年 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 敌人自己也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基础 也就是说 我们用我们的地大物博 来拖住日本 但是我们拖住日本 我们赢不了日本 我们只要能够持久拖住 我们要等待国际变化 我们要等待国际情势的变化 他不但从1936年 33年 37年 38年 他一直等 一直等一直等 一直等到39年 40年 都没有等到 他说一边等一边骂苏尔 骂完以后又要去跟苏尔讲好话 希望他们能够来派兵 等等的 那么当然最后他没有等到了 他一直到1941年底 等到了谁 等到美国 那么同时就是 他也等待欧美列强的变化 因为他认为 日本在中国的这些行为 已经破坏了列强在中国的平衡 所以他是等待国际情势变化 其实说起来就是很消极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很消极 那么慢慢慢慢的 这个大战略逐渐的有眉目 也就是在他的两个很重要的德国顾问 赛克特跟法肯豪森 这两位都是上将 都是很重要的 在德国很重要的人士 那么开始以后 这个很多的谈话 德国顾问给他的memo 给他的报告 里面就谈到了 所以你看他在1933年 你看这是33年 很早 甚至于在他收到四川之前 对不对 他就讲 他说这是他日记 他说大战未起之前 我如何掩护准备 注意这四个字 掩护准备 使敌不加注意 让日本不知道 那我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经营西北跟四川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3330年 他走遍了所有东西 最后是如此 那么这个是他开始 开始有眉目 但是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有一点眉目而已 然后呢 他就是争取时间备战了 然后这个 这个刚才也都谈过了 开始收回四川 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1935年 他收回四川之后 就是他就写 他很高兴 他说 川点谴得以统一 完全入于中央范围之中 这个时候 我国家地位跟民族的基础 都能够因此而巩固 所以呢 他说 如此呢 我就开始做 所以他从 三五年之后的日记 对于抗战开始 他就整个的气象是不一样了 整个气象不一样 那么他在整个的 七七事变之前 最重要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这个 1933年的日记 以和日掩护外交 就是刚刚我谈到 跟他们做了好几个 这个合约 以交通掩护军事 他当时盖约翰铁路 几个重要的这个铁路 以交通 看起来是铁路建设 其实是军事的动员 以实业掩护经济 为什么 1935年成立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 就是发展工业 派了1200个人到日本 到这个欧洲 主要是去欧洲 美国去留学回来 都是这个 这个资源委员会里面的人 所以看起来是培养经济建设 实际上呢 他是要要抗战 然后以教育 掩护国防 什么教育 有没有人猜得出来 当时一个什么教育 这边谁说的 很聪明 你看多少年来 数十年来 大部分人都认为 新生活运动 是个社会运动 因为新生活运动 就是说 你要走路 要靠右边 不要随地土坛 你衣服要扣起来 不要躺胸漏走 不能够这个穿 出去要穿个鞋子 没人要会写自己的名字 等等的 就是这种 对人要有礼貌 要说谢谢 要什么东西 你看起来是一个社会教育 实际上在讲的日记 你才知道 它实际上是一个动员 的之前的准备 你如果都 完全整个的人 又不适智 又那个 你怎么动员 你根本不可能动员 所以你看 以教育 掩护国防 然后最重要 韬光扬晦 乃为国家 唯一自主自道乎 这是莫可奈何 实际上它是积极在准备 它是努力在准备的 那么这些东西 所以才会有1933年 唐国协定 1935年 和美 但这几个协定 它都被骂得很惨 唐国协定以后 很多人批评它 伤权入国 不抗日等等 它就写 它很难过 日记写 它说 我屈则国生 我生则国屈 人入负重 自强不息 但求中国有益 于心无愧也 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抗战 那我一个人命不打紧 可是国家怎么办呢 整个国家都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1935年 和美协定 这是被骂得最惨的 因为什么 因为和美协定是国民党跟中央军 都退出来 退出河北 所以它被党内人骂得很惨 所以你看 这个如苦复屈 寒冤忍辱 对外游可 对内游难 就别人骂我 也就罢了 对不对 左派的骂我 东北流亡学生骂我 这个共产党骂我 我也就认了 结果党里面的人还骂我 和党国之不幸 使我独当此任也 那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情 但这些事情他都不能讲 他都只能吞 那么1935年收复了四川以后呢 有了根据地以后 他就得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想法 跟他的态势就不一样了 他就讲 他说 直到去年 我亲自督帅军队 不断的追缴 就追缴红军 以免把不同意的川田 前三省同意起来 垫立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 以为复兴民 是最后的居地 那么日本呢 看到这种情形 日本也不是傻瓜 非常不安 以为这个三省 如果统一 中国就有复兴跟基地 所以呢 如果我能够统一这三省 我们不但三年 日本亡不了中国 就是33年 日本也打不下中国 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 他看准了这一点 因为日国是小国寡民嘛 小国寡民 然后他就讲 他日本的手段 就是不能够 为什么他一直在华北挑衅 他就是不让他统一这个西南 不让我安心的住在四川 指挥一切 所以他尽其所能的在挑衅 在华北的局势 突然恶化 就是要逼我出来 逼我离开四川 来应付华北的危局 为什么 他要破坏 我们川年前三省统一的阴谋 那我知道他这个阴谋 所以我无论如何住在四川不动 我无论如何住在四川不动 无论情势如何危急 无论敌人如何阻挠跟压迫 我只有忍入负重 必须要完成千三年显得 就这三个省的统一 然后我们的政府跟国民 才会有欲武复兴的根据地 国家民族的生存 才有最后的保障 现在我已经收回四川 我告诉大家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 我绝不怕战争 不过呢 我要做有计划 有准备的战争 我们跟日本的不战则以战 则必胜 他有这个把握 他有这个把握 你们看到这里 可能小有一点感动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个认定不重要 而是说你如何去执行 这个才难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立大志 对不对 我要做马银 我要干嘛的 我目标非常清楚 那问题是我怎么能够做成马银 就是这个执行是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他就做了很多的备战准备 这就是刚才他们讲的 这个以和日掩护外交 以这个实业掩护经济 然后以这个教育掩护国防 所以他一方面 这个德国的顾问到中国来 给他们做很多的训练 陆军的训练 然后又派宋子文 孔强熙 蒋提府 陈宜 这些都是会讲英文的人 到每日英各国去争取外交的支持 积极又开始做这个 做推行新生活运动 他在1936年9月26号 他日记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准备什么时候要对日开战 因为他同时还训练这个中央 整编中央军 他希望能够训练60个师 德谢 装备德国的这个武器的德谢师 由德国顾问来训练 所以到了36年 他说三年之内 如果倭寇不能亡中国 则何唤其强迫 但是呢 此时尚不可不迎人而 那因为中央军到1936年的时候 9月26号那时候十个师都还没训练好 所以还在 还要在等 但是问题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想各位都晓得 他本来希望能够拖到1939年 再跟日本打 那么最好能够拖得越晚越好 但是因为西安事变的打坏了一盘好奇 因为西安事变之后 就你没办法不跟日本打了 因为全国已经协议了一致抗日 所以有任何事情发生 不管是七七也好 八八也好 六六也好 任何中国的领袖都不可能再对日妥协 因为再对日妥协的话 没有人会原谅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到了收回四川以后 他其实是积极的在准备了 那么你看在35年8月24号 法肯豪森 是他的最高的顾问 军事顾问 提呈了一个叫做应付时局对策的建议书 这个建议书很长 但是很重要 他在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这个军事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因为你看了以后呢 日后的抗战的发展 大致上是跟他是若和福节 就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参考 那么法肯豪森是一个很了解中国的人 他在他在这个中国待过 他也在日本待过 所以他又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国 他本人也很有智慧 他也了解中国的民情 中国的人心 你看他这个用兵 他就讲 他说啊 这个这一次抗战呢 必须要用意志跟决心 就是我们中国要拿出决心跟意志来 跟对日打仗 这个人就是很有EQ啊 他没有说是因为你打不过啊 所以你只有凭决心跟意志啊 你用你的武力实力 你根本不可能跟日本来打仗 但是他这个很重要一句话 他就说这是民意是造成抵抗的意志 但是呢领袖的意志更重要 如果领袖没有这个意志的话 人民也不可能出来抵抗 所以他就讲说人民的意志固然重要 但是领袖必须坚持他的意志 这句话对蒋介石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你们都晓得抗战真的开始之后是屡战屡败嘛 屡败又屡战嘛 屡战又屡败嘛 对不对 好几次都是要和谈嘛 很多人都放弃 汪精卫啊什么都认为这个仗不能够打 但是蒋介石就记得反狠豪生这一句话 就是领袖的意志要坚持 如果领袖自己已经心灰意难 那你人民更不可能来打这个仗 所以他好几次讲坚持 甚至于想自杀 但他都还是坚持下来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意志力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说法院长豪生在讲 他说在野略用逼之上应该采取手势 而且在内线 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不可能在东南平原跟日本打 你不可能在华北平原跟日本打 你也不可能在东南沿海 因为日本很快就把你沿海都封锁 缩长江而上 所以必须是在内线 第三个就是要打持久消耗战 我说的很快 但是这个有内容你们可以慢慢来看 那么他这个建议是讲 他说中日之战一定不可能免 所以国民政府应该赶快做好准备 一旦日军对华发动军事以后 华北地区首当其冲 然后就是长江流域各海口 一定受好的侵犯 所以他认为 他赞成蒋委员长的意见 就是说以长江一线为 未来抗日战争的主现场 你们都是上海 因为我们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 所以他是沿着上海到南京 一条一条的防线组起来 还有长江两岸的边防 就是就是一层一层 就是保护南京了 这是这是第一期的抗战 要这么来做的 所以自长江下游 宁护中游的武汉南昌 到上游的四川 建立成层层的防御 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那么华北他没有特别提 为什么 因为华北根本就不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他根本也钉也进不去 他的电报没人理 他的命令也没人听的 所以说日本是想要在华北跟我们决战 但是呢 以国民政府来讲 在华北决战对国民政府是不利 他的后勤补给什么什么都有困难 所以基本上他们一开始最重要的部署 就是从这个黄浦江入口开始 到一层层的这个防御 然后呢 在四川建立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那么因为这样 所以政府必须要赶快在四川实现工业化 那么这样子将来战争的武器才可以源源不动 你看法肯豪山在那个时候 1935年就已经建议要开辟西南对外联系的交通线 这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然后呢 准编军队 这都是法肯豪山 然后法肯豪山你们看最下面 他在193536就讲 他说必要时将决堤黄河以阻挡日军南下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你要以水带冰 你没有冰就以水带冰 就当然你晓得抗战的时候发生两件很悲惨的事情 一个是黄河决堤 另外就是长沙大火 长沙大火我觉得是有意外 有人为的失误 但是决堤 我可以讲 历史重演的话 还是要决堤 假如历史重演 还是得决堤 因为这个策略早就在3530年就已经 然后呢 你看 这个怎么样呢 他就讲他说中日 蒋介石在1936年6月 他对英国的财政专家 这是他去请来的英国财政专家 他中间也请过意大利的财政部长来 请了英国财政专家来 就是这个抗战的国防财务 他当时还做了一个这个税制 那个叫那个币制的改革 你们都晓得 做了很多事 因为今天我讲的是个大药 很多细节地方我就挑过去 他当时在1936年6月 就跟这个李兹 罗斯 这个Lith Ross 跟他讲 他说中日战争爆发后 他一直知道中日战争一定要爆发 我会在沿海地区做可能最强烈的抵抗 然后我会逐步向内陆撤退 最后在西部的某一省 可能是四川省 其实一定是在四川省 他当然不能讲那么明白 维持一个自由中国 以待 这是你要回应他 以待英美的参战 共同抵御侵略 这是他讲的等待国际情势变化 其实他的思想是 你要互相连起来看 你才看得懂 你如果分开看 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同样的1936年 他日记也讲 他说应做随时应战之准备 并转入主动地位 这个时候 你看他1936年日记 跟刚才我有个各位看的 1931 32 33日记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前几年他很消极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彷徨 那么到了35年之后 他清楚了 他不但要战 而且他还要采取主动 他要采取主动 各位可能会觉得 有点RQ 你凭什么采取主动 这个当然就是要看 后面的发展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就是1936年的10月底 我们姑且叫他洛阳会议 实际上在国民政府的答案里面 没有洛阳会议这四个字 蒋介石的生日是10月31号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会议 秘密的 所以他就假借着 他就到洛阳名为帝寿 然后各重大的这个军事政治的领袖 都跑到洛阳去给他祝寿 所以陈臣啊 什么徐永昌啊 全都去给他祝寿 实际上他们就在那边 开了一个很重要的洛阳军事会议 这是10月31号 那么这个 你看陈臣的日记 他讲 他说我奉 这就是10月31号 我奉委员长电召 从庐山随洁进驻洛阳 筹划抗日大计 我们的这种持久战 消耗战 以及什么什么 都是在这个时候制定的 至于如何制敌 而不为敌所致 我们也提到了 总之 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 这是1936年10月底 要以牺牲争取空间 以空间争取时间 以时间争取最后的 这个顺利 那么这个洛阳会议 蒋介石的日记有 陈臣的日记有 还有徐永昌的日记也有 也就是说 我们在正式的政府答案 我们找不到 但是我们在好几个参加会议人的 这个答案里面是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重要 也就是说 在洛阳会议的时候 已经决定要打了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这个洛阳会议很重要 因为一直以来 一直都说是因为 先事变以后 蒋介石才决心抗日 特别是 某个党一直是这么说的 那么实际上 我这里面就是说明 就是说 其实在国民政府 当时已经很清楚了 不需要西安会议来 催促他抗日 但是西安会议是 确实把抗日的时间提早了 确实有这么样做 但他不是因为西安事变 才抗日的 今天我给各位看了那么多 我想你们已经不会有任何 人会挑战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蒋日记 已经从2006年开了到现在 已经有几百几千个学者来看 之前很多人有一些怀疑 但是看完以后 你看所有看到蒋日记写的文章 大家都有类似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杨天石教授的文章 这个杨奎松教授的文章 吴景平 很多很多很多 王岐山啊 什么等等 那么看过以后 就像我以前也不了解 看了日记才慢慢的学习 慢慢的才知道的 那么所以这个是 洛杨会议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从37年开始打 他一直等待日本变 没有变 等待苏联来 没有援助 所以很多人就耐不住了 尤其是松户打得那么惨 接着南京打得那么惨 已经无兵可用了 国民政府的士气已经到底点了 大家都说要和谈 要和谈 要投降 要和谈 因为没办法再打 再打了整个国家民族都亡了 可是呢 蒋介石跟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 蒋介石就说 我们当时说了这个持久战 就是要持久 而且我们已经讲了 持久战打了以后 一定是非常的黑暗 我们一定是节节败退 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把日本引到我们的内陆去 让他无兵可用 因为他就像这个水撒到沙子里面去一样 所以蒋介石基本上就在了南京沦陷之后 你去看他的日记 每一天他都在跟大家在辩论 在吵 在说服 他就讲 你看他最要紧 最根本就是什么 我们最要了解 你不要去想靠别人 国家的独立跟民族的生存 是要由我们自己牺牲奋斗而取得 然后说你们都说我们打不过 我们会亡 与其屈辱而亡 就是你去跟日本签合约 屈辱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所以也就是他回应到法肯豪生讲的 就是说你一旦要打 你绝对中途不可以退 因为持久战就是你要撑得住吧 持久战不能退 所以我觉得刚刚第一个就是他跟世界大战相结合 另外就是我觉得蒋介石本人坚毅不拔的性格 他这点是很了不起 他恰好是这样一个性格 所以他跟汪精卫的个性是不一样 汪精卫可能适合和平时期的领袖 但是在这种非常时期 蒋能够在困难之中 然后呢这个坚毅不拔 然后达到最后的目的 这一点是蒋介石倒是适合 同样的1945年到49年 49年内战失败之后 换了任何一个领袖 国民政府就完了 但是因为蒋介石有这种坚毅不拔的个性 所以呢他到了台湾东山又再起 所以这我们在研究历史 我们从很多很多角度 这领导者的个性啊 什么各种的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所以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 这边你们可不可以看看 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内容 你看这是他从1937年 12月15号 每天就是在谈这些事情 为什么因为日本这个时候 就一直发动和谈 日本希望赶快从中国撤兵 那国民政府里面我可以讲 85%以上人都要和谈 甚至可以高到90%都愿意和谈 你想得出来的领导 王金卫 孔祥熙 于右任 包括胡适 傅思年都认为说 我们已经打不下去了 再打我们就完了 王国王总 我们应该谈了 那么可是呢 蒋介石就跟他们讲 他说国家存亡 革命成败 都是在于我们能否坚忍不拔 为为何一之所所动摇 然后你看蒋介石讲 他人生乃大冒险 无子冒险即无人生一样 所以很多很多的 然后这个1937年 就是南京沦陷 并且发生了这个屠杀的事情之后 很多人都已经整个的精神士气 已经跌到谷底了 那么也是一样的 白天的时候呢 他们在这个国防会议里面 就说要和谈 那么因为刚好那几天 就252628蒋介石生病 所以他卧病在床 所以呢这个汪金卫啊 跟这个孔祥熙 他们又私下去看他 又跟他讲 然后他就劝他们 他说你们不要这个上 不要丧志啊 不要害怕 他说国民党 我们革命的精神跟三民主义 是为了要追中国的自由跟平等 不要被人家所限制 如果今天我们和谈的话 就等于被人家绑住了 所以他就讲 他说万一我们不信 我们失败了 他说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 只要我们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 就是不要有合约啊 那么敌人呢 他虽然侵略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有收复主权的机会 那么我自己最感动 是10月29号这天的日记 也是一样白天吵 白天要和谈 那么晚上呢 居正跟这个 余佑任 居正跟余佑任去看蒋介石 又跟他讲说 你知道我们不能不谈 那么居正居正 他说委员长你是军人 我知道你不愿意和谈 但是你也晓得 这个仗我们已经打不下去了 这样好了 你做白脸 我做黑脸 那么我来和谈 居正啊 我来和谈 你们晓得余佑任跟居正 都是一生都是反蒋的 你们知道有个西山会议派 都晓得吧 他们是反蒋的 蒋介石就跟他们讲 他说尔等啊 你们啊 跟我政见不合 数十年来政见不合 也就还泽罢了 但是对于抗战方针这种大势大非 始终大旦大劫所观 我们必须以本党跟主义来为前提 我觉得他这个领袖很了不起 就是他知道国家的方向 并且他本人能够坚持住 这点很 要不然换了任何一个其他人做领袖 当时我们就已经和谈了 那就是后来的汪精卫的维新政府 就也不会有后来的武强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些 你看蒋介石的这个日记 你看他写的 这都是最 38年 这是南京沦陷的时候 南京到的时候还没完全结束的 你大家都说要和谈 因为四季被打垮了 他说你们都说我们要亡 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 然后他说 你对于这个日本你要了解 你必须要坚忍不拔 只要你坚忍到最后 一定他们敌不过我们 因为他看见他们人少嘛 资源有限 然后你看1938年的12月16号 这是武汉沦陷之后 这是一年之后了 武汉沦陷之后 大家都想那完蛋了 武汉都沦陷了 中国80%的税收都没了 因为只剩下这个四川 那些都是比较 过去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这个仗还怎么打 日本也认为这个中国非王不可 非投降 所以日本在东京还开party 放鞭炮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没想到 国民这么跑到四川 就是不跟他谈 所以日本就是一拳又打到一个棉花上 那么大家还是劝蒋说 你还是要和谈 结果蒋就讲 他说中国如果要秩序灭亡 so what 扶手上断头台而已 否则就是抗战 除此而外 别无第二条道路可言 这是蒋介石的个性 我想他是军人的个性 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这种 这种气派 文人可能不一定有 但也很难讲 文天祥不是也有吗 有很多的文人都有 那么当然 抗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屡战屡败嘛 屡败又屡战 因为整个抗战哪有来的国军啊 都没有嘛 都很难 但是问题是什么 日军的每一战都打赢了 但是他却一步一步的进入我们持久战的这个大战略里面 为什么日军打完一个城市 他就有人看守嘛 对不对 打完下个城市又要留一点人看守 打完下个又要留一点人 他越走越走就没人了 他打到武汉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 所以他在1938年武汉战役 就是我们武汉沦陷 他拿到武汉之后 他以为他赢了 实际上在1938年之后 有很多年都没有能力再发动大的战略 大的战役 为什么 就是他的资源补给 人全部都配不上了 他都没办法 中间有三次长沙大捷 你们一定听过 国民政府宣传说 长沙大捷打得多好多好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日本一开始打得很好 可是他们三次长沙大捷 都没有办法超过两个礼拜 他自己退掉了 为什么 没有补给 就他自己资源国内有困难了 所以真的就进入持久战的 一个僵持的这个阶段 所以一步一步来就是如此的 所以这个最后来讲呢 就是说大战略正确 当然我们牺牲的人非常非常多了 我们死很多人 但基本上是我们靠着大战略正确 我们才能够赢得最后胜利 日本的这个崇光魁 崇光魁一直都在上海 在1932年的128的时候 他是总领事 日本驻中国总领事 后来这抗战结束的时候 他是外交部部长 所以他是在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 崇光魁在1950年发表的他的回忆录 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才五年而已 他就讲他说中日战争里面 日本的军方没有全盘的规划 反而被中国军队牵着鼻子走 就日本真的是陷入这个持久战 所以说我们能够赢得这个抗战 大战略正确是很重要的